0.5.0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秉子辛丑 己是耕武 这个人说 他今年人家说他犯无鬼官府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八字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无鬼官府 这一些都是属于神煞的这一个部分 基本上在八字里面 神煞只能够算是一个部分而已 他只能算一个部分 而不能够说是一个整体八字 所以说你用某部分的资讯来推论的时候 其实他有点会失足 甚至有点偏偏 我们来看看这八字 其实我们来看这八字 丙心一合 然后他这边又出现甲己一合 在这里他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有没有看到甲己一合 甲己一合的时候 他日主就已经有怎样 暗藏的一种压力来欺负他 但是合又是不讲破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会 他就会突然产生就是说 压力比较炸 比较大 暗藏压力 但是又说不破 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会感觉到闷闷的 那一旦当这个挤土被受伤的时候 因为 各位 这个就叫做日主出甲 日主在流年 就是代表日主出甲的一个情况下 他必定受克 所以他平常的时候 就已经有暗藏压力 暗克 一旦他受克的时候 真正就会出现日主受克 所以在天干里面 他就已经暗藏了这一些状况 日主受克 有的人工作 有的人会导致官非是非都有可能 我们来看他地支 地支只丑一合 火来生土 恪水 地支又破产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他在今年来说 他就出现日主受克 然后地支又破产 所以在今年来讲 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不是很有利 对他来讲没有很有利 反而 所以他今年反而要特别特别谨慎保守 要特别谨慎保守 因为毕竟来讲日主受克 日主受克 所有的一个事情 就已经不太顺遂了 再加上 再加上他又破产 所以来讲的话 这个状况 要等到明年 但是明年来讲的话 他的一个破产还是一样 依旧存在 并没有消失 但是他最少 怎样 他最少日主脱困了 所以说就压力不太会再那么大 然后也比较不太容易去犯到一些 奇奇怪怪的一些怪事项 怪事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在今年就要特别小心谨慎 因为毕竟日主受克不是好玩的 因为他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突然变成日主受克 就是说我本来平常都好好的 突然就变成怎样 好好的 突然变成有压力过 当然就表示说 他的一个状况并不是很好 并不是很好 所以要小心谨慎 跟什么官鬼 官服 无鬼官服 其实基本上他的一个效应 比较无关 因为毕竟来讲的话 八字是要以完整的资讯下去批论 完整的资讯都不一定会很精准 更何况是单一点的一个批论 更是容易失足 所以说在这一边各位要清楚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